卫生福利部为了加深外宾对我国基层卫生单位的了解 安排了两位杜克大学学者以及五位美国卫生福利部官员 9号前往花莲县秀林乡卫生所百会交流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以及卫生所田惠文医师兼主任陪同进行 花莲县远乡医疗经验分享与交流 外宾对于花莲的医疗品质以及服务一致的肯定 守护乡亲的健康不遗余力 新闻学者表示花莲县透过分布各乡镇的继承诊所 让诊所成为我们的脚 让医疗走出看病 无误卧床行动无缘的民众 今年还受到新冠病人的冲击 花莲县政府透过智慧科技的超前部署 装新冠危机变转机 在疫情爆发之后 5G远距诊疗平台及1334的卫生所的智慧诊间 重复发挥作用 作家长表示修理向卫生所除了提供医疗服务之外 也非常努力揭入个案管理模式以及健康促进的计划 而这项计划目前是全台湾唯一执行论人计策方案 在计划执行的时候 卫生所、罕见保守以及持续医院都是讨论以及共识 设定的目标就是要整合照护以及精准的健康 并且制定四项执行策略 提升医疗可净性 促进疾病各项管理 策略联盟以四大策略 运用在修理医乡进行全人整合照护 共同守护相对健康 修理向卫生所卫文主任进一步决定表示 糖尿病照护在过去致力与各顿以及避免并发症发生的三前追踪 奴隶在现在的照护成效不错 但发现家户内的家人对糖尿病意识相当不清楚 因此造成前期没有发现确诊糖尿病 因此现在开始要透过社区照护计划 针对早期糖尿病开始进行健康生活形态介入 教导民众卫教、饮食、运动等等 降低糖尿病风险及发生率 透过以人文本、家庭为基本的照护单位 以外边进行公共卫生及疾病预防个案管理进行交流 外边给予争民的回馈以及提供保护利件 让卫生单位在这次区块看起来更多 这次参访交流也收获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